英超,冠軍大戰,曼城主場對阿仙奴 很多球迷看完這場球都說天王山之戰竟然那麼悶 但經過我兩星期的製作及沉澱發覺不簡單 希望大家給點耐性看完這場球分析 曼城主力右閘,卡爾獲加,中堅史東斯未能上陣 非常影響哥迪奧納的部署 個人認為史東斯在曼城有潤滑劑作用 而且陣中無人能取代 所以即使主場出擊,哥瑟在戰術上都偏向保守為先 但大家都知道陣式對曼城來說只是數字 落到場位置都不同了 至於阿仙奴正選人腳變動不大 左閘今場用上基維奧 較令人驚喜左翼反而用上耶稣 儘管落場看看兩師徒究竟甚麼葫蘆買甚麼藥 繼續多謝Shark VPN 支持理性足球分析 現在網絡世界這麼多騙案 每個人都需要VPN保護自己的網絡安全 Shark VPN 會替你掃描網絡潛在危險 例如木碼程式、密碼洩漏等等 Clean Web 亦會替你過濾網頁多餘有毒廣告 變相幫手機都節省不少數據 Shark Shark Search 無痕跡搜尋 不會在你搜尋中留下任何數碼痕跡 同時在公共地方使用FreeWiFi 亦得到保護,免受不知名黑客攻擊 Shark Shark 在全球100個國家、地區有超過3200個server 最重要是可以轉換不同國家IP 看到香港看不到的劇或戲 最適合大家球迷是可以用英國IP看Skysport、BBC等不同足球節目 甚至有時會有免費直播看 最棒的是Shark Shark 無限制裝置數目 支援不同種類的裝置 一個帳戶全家享用 現在用理性足球分析 專用優惠碼Rational申請 可享有獨家優惠折扣及額外送多3個月 還有30日試用保證 30日內不適用可以全數退款 詳細可以看Infobox 資料 立即落場看球 首先Arseno build-up 時一對中堅拉闊 連同Laya形成A3中堅 Jorgino 度得較深作為單防中連接 Dekkenweiss 壓得較前 及Odeggord 形成雙中場 而曼城防守迫搶時 主要由Debole 及Hernandt在最前面作出引渡工作 Khoden 貝蘭道斯華退後形成4中場 跟隨前面的引渡方向收窄移動 防止Arseno輕易打穿中場 Salibar 見右邊無位想轉比Jabir 時 貝蘭道斯華非常果斷迫向Gabir 令Gabir連拿球半轉身轉左都不敢做 同時見到身後Rodrigo 已經立即跟上 迫近Dekkenweiss 支援貝蘭道斯華行動 令Gabir不可向Dekkenweiss解群 Arseno 迫搶同樣以雙箭頭作主導 一個負責標 一個負責包 而迫搶時中場的Rodrigo 會壓前直接對防中Rodrigo 左真奴則留在中場較後位置負責包圍 兩隻翼稍微內收到Half Space位置預備 曼城破解迫搶方法 一對中堅拉闊利用門將形成三中堅 中間Rodrigo 適時宴位幫波利用The Third Man解困 而且中場Gabir 經常會Drop 去到左中堅位置增加出球點 令Arseno 雙箭頭難以迫搶 即使前面不夠人迫 你見耶穌都不會胡亂上迫中堅 因為他的目標是右閘 當懷斯幫手對中堅時 Xavijs對回Rodrigo 而Ordrigo準備捕捉回傳門將 之後封鎖Ordiga左邊位置 成功迫到Ordiga長傳 而其他Arseno 中後場球員都預備好應對長傳 緊迫對手爭奪第一點 特別中堅Gabir壓過半場對Dipoli 但曼城失控球權後圍搶動作很快 Rodrigo很快收過來 想困著對方全球選擇 即使給到Xavijs在中間拿球轉身 亦因為剛剛Govacic、Stadip 所以可以很快在中場出現防守 而Fordun亦很快回防 重整曼城四人中場線 四人防線都很快站好位 可以見到曼城一對中場都躲到好心拿球組織 Govacic甚至去到左中堅位置 而Dipoli、Fordun、Ferrandu Silva 左中右站在阿仙奴中場線附近 一對閘則升高為球隊提供闊度 4-4已防防的阿仙奴 面對Govacic的Jobdip 一時三刻不知應該由誰去防守 因為位置上Saka是守左閘的Gawei奧爾 但Gawei奧爾升上翼鋒位置後 令Saka不知所措 之後他才找回Govacic已經有點遲 加上Fordun回後吸引負責8位的左陣路前壓 所以Dipoli在線與線之間有不少空軌 再仔細看Govacic墮後成功 在左邊迎食Ferrandu Dipoli拿球再比Fordun後上突破中場線 可惜夏蘭特跑早一步越位在先 今場阿仙奧進攻小友地放棄空球組織 Laya大部份時間都以長傳為主 長傳當然以193的Sakaweiss為目標 Sakaweiss今場有11次增頂 6次成功 其他隊友當年地收窄盡量準備撿第二點 而今場正選的耶穌其中一個主要任務 就是回後協防幫助Gawei奧面對Berrandu Silva 這裡見到Gawei奧有回頭望 知道耶穌正回幫手 所以他故意封死Berrandu Silva的大位 迫他繼續向前Delay等耶穌回來包夾 但Berrandu Silva帶球非常貼腳 一個假身就通大勢入大位 耶穌最後都要被迫犯規阻止 另一邊阿仙奧很快轉為Saka 額前應對Gawei奧 應該收到指示要怎樣做 而左手的Gawei奧爾則由Berrandu Silva負責 因為霍頓和Berrandu Silva 會內切試圖Overload阿仙奧中場 這裡霍頓墮後再前插拉走Jorginho Dipoli在中間就有空位 不過阿仙奧中場又覆蓋範圍極大懷絲 遲而少少空位已經消失 再者Dipoli今場明顯不在狀態 再者見到耶穌跟隨球隊內收中場 解決Overload問題 當阿仙奧成功奪控球權時 因為剛剛集中迫搶的關係 可以原地發起進攻 其中賓韋志的工作很簡單 落底傳中 賓韋志Underlap成功傳中 而他今場傳中明顯偏由 放到尾柱 耶穌控到起腳,柱邊出界 阿仙奧進攻賓韋志是一個大重點 壓前後與Saka Overload曼城左閘位置 亦因為霍頓未必像阿仙奧鬥得這麼深防守 所以賓韋志趁機壓前,捕捉時機傳中 阿仙奧就是觸這些transition的機會 所以前場迫搶一定要做得好 最重要一對箭頭在前面如何引導對手發展方向 援將奧迪加拿球不會胡亂去標 然後中場不斷因應情況調整遮線 例如這球貝蘭道士說內切 耶穌會叫迪勤韋志轉防 夏威斯再慢慢從奧迪加右邊迫近 迫他向左邊傳球 同時奧迪加特、Saka已經預備好壓迫潛載的短傳目標 奧迪加傳到兩個隊友中間 Govacic要回身拿球 阿仙奧就乘機壓上 而且見到耶穌和韋志繼續要轉換防守 Govacic被迫到角落還要背對前面 全球路線有限非常容易預測 所以見到阿仙奧已經包圍可能性最大範圍 迪勤韋志直到皮球後可惜比不到隊友 但曼城控球能力太強 阿仙奧難以長時間維持迫搶強度 所以阿仙奧不介意迫不到時Stay Deep防守 最前面的雙箭頭會縮到皮球後面 同一對雙中場在中間形成Boss Block 盡量壓縮曼城在中路組織空間 而一對翼鋒亦縮後跟貼曼城拉到最邊球員 接近形成一條六人防線 曼城中路去不到就找最邊的嘉維道爾 Saga都已經很快對上 連同賓韋志已經有兩個防守邊路 而最危險的Half Space Jorgino亦有警戒著 一見到有空位就立即填補 始終曼城最擅長打Half Space 阿仙奧防守方式就是中路為區域防守 中間的四邊形你不要進來 一進來就夾爆你 而兩邊就進行釘人防守 一個釘閘一個釘翼 而耶穌在防守上非常有貢獻 他會不斷提點隊友包誰怎樣換防 這球他見到Rodrigo在中間拿球 立即與Garriot溝通 要看回身後空位防止轉變 而他就佈著Rodrigo 轉不到邊時會短傳給Bernardo Silva 成功破壞曼城的組織 面對阿仙奧這麼有部署的防守 曼城大部分時間基本都只能夠在外圍傳球 三中堅站位都完全壓過半場 按住阿仙奧來猜 而Rodrigo在中路拿球 前面正正面對阿仙奧四角形的防守 Rodrigo嘗試帶球突破 阿仙奧球員立即關閘 最終失控球權這一刻 禁區頂位置有7個阿仙奧球員包夾3個曼城球員 不過這組防守方式的缺點就是反擊乏力 最主要原因就是速度較快兩翼縮得太深 代表反擊時起步位置遠離對方球門 需要跑更遠及做更多工作 再配合曼城反搶及回防速度 Saga帶多兩步已經被重重包圍 夏威斯再次嘗試封死曼城右邊去路 阿仙奧重施故技準備迫向Govacic 但Govacic都不是散油的燈 很快已經找到解困路線 一個大轉邊 阿仙奧前場迫搶已經散了 而阿仙奧必須很快重整防守陣形 首先中間已經很快重組四角形防守 不讓Rodrigo輕易從中路打穿 迫到Rodrigo回後時 阿仙奧已經有足夠時間重組 兩翼已經慢慢返回位置 而且曼城兩邊進攻球員本職皆為中堅 即使皆為到奧速度不錯 但突破及傳中能力都難以構成威脅 再加上阿仙奧亦有研究過曼城打法 所以防線退得非常快 防止傳中找到美儲的夏蘭特 到最後Govacic的防守 完全防止到夏蘭特涉美儲 阿仙奧防守非常嚴密 曼城大轉邊右閘分位置率先去對 霍頓試圖插HalfSpace空位 中堅Salibar迅速跟上 當中堅Salibar離開位置後 中場Jorginho幫手填補中堅空位 Saga又很快回防幫助右閘防守 曼城被迫回傳時 趁機重組再來過 整場比賽不斷loop 這球情況都差不多 Dipoli在HalfSpace出現 一落球 Govacic立即緊貼 完全不讓他轉身 但今次突然由貝蘭杜斯華拉邊 由一個擅長進攻球員拉邊 以及中堅相比 真是完全兩馬子的事 Dipoli傳球後 望身後HalfSpace位置 一見到有空位便速便向插入 而貝蘭杜斯華亦精準給到位 Dipoli可以One Touch傳中 如果是艾簡治未必給到這個效果 但同時留意傳中一刻禁區狀況 Asceno的防守站位 完美捕捉所有傳中六點 包括前柱、後柱、Catchback位 同樣Asceno縮得太深 反擊起似位置亦會較深 曼城中堅亦相對壓得較前 去盡早破壞反擊 為曼城回防及施壓爭取時間 又好似這球 Rodrigo再次試圖從中路硬闖 但Asceno中路仍然保持4人配置 同時兩翼亦退到兩邊禁區的K角位 Dekkenwais成功截到皮球後 Odegad帶球推進反擊時 他抬頭望發現 自己已是最前球員 速度最快的Saga仍然在禁區頂 所以必須減慢速度等隊友後上 但只有Savis而且二打三 雖然Savis在最前拿到球 但仍然要等隊友後上 等到兩翼上來時 曼城大部份球員亦已回防 反擊威脅已大大減低 相反 Niko Asceno由手轉攻時 Saga已在較前位置準備 前面有選擇進攻自然有更多變化 Saga吸引Kwais注意後 簡單一個1-2已經可以成功突圍 Odegad後上在右邊形成2-1 他只要再向中間推進少少 拉走Gawei-Douye 嘗試給更多空位奔位置傳中 等到Gawei-O後上再給Jesus攻門 這個反擊做得不錯 一切源於Asceno前面有反擊點預備 但作合面對曼城便要有取捨 相對曼城要攻破Asceno延密防守亦很難 要撕破防守 曼城唯一出路就是兩邊空位做快速配合 然後嘗試落底傳中 不過你知我知阿迪達都知 所以Asceno在防備傳中方面已經做足攻貨 防線收得較深 在傳中時已經站定等你 而且前處後處Catchback位都擺救人 曼城的傳中目標亦必定以Hanandt為主 但Hanandt的打法已經被摸通摸頭 傳中時90%都走去美柱 後衛的盲眼位入蝕 Asceno防守時就必定有人跟到實 而且Asceno左右閘都有打過中堅 頂高球拿身位絕對不輸蝕 曼城都不介意集中中路鬥人多 主要希望令邊路可以有更多空位 大轉邊後Hanandt同樣自動走到美柱 但同樣Asceno已經有兩名守衛緊貼著他 根本很難擺脫兩個守衛完成攻門 無可否認Hanandt作用單一 被看通後好易被人凍結 例如這球曼城成功把Asceno一對中場拉走 同時Asceno亦因為Hanandt非常忌諱防線身後空間 所以Saliba第一時間選擇往後走保位而不理中場 Dipoli中間就有空位 他拿球轉身抬頭望時 Hanandt第一時間一定往前走準備接應直線 但Asceno早有預備 Cabee已經退後幾個身位防止你放直線 Saliba亦明顯收來防守 變成Hanandt這個舉動對進攻毫無幫助 Dipoli一直拿著球傳不出 只能夠自己突破 但反擊速度已經減慢 最後還失去空球權 看這球Dipoli中場拿球時 如果Hanandt觀察到Cabee已經退後時 可否選擇假跑然後反方向停下 迎球做支點呢? 再分比最遠的Bernardo Silva 整個進攻會否更立體呢? 又例如這球Asceno被吸引壓前迫搶 中場中路有空位 Hanandt會否懂得利用這些空位呢? 他是有回後的 但出現的位置正正在Dekkenweiss身後面 會否拋開身體在這個角度現身呢? 如果在這裡現身 除了更有機會拿到球外 還有可能吸引到Dekkenweiss的轉移 即使拿不到球 都做到拉請的作用 給到空間其他隊友在中間拿球 而且這個站位才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整體進攻會更加立體 但看回他現在的位置 完全堵塞了曼城進攻路線 令中場完全打不穿 同樣這球後面猜鬆了 高華碩向前望 Hanandt不理3-7-21 向前跑也是 但Asceno一對中堅 同樣都已經預備幾個身位 準備陪你跑 再次可不可以假走 扮向前 然後回後在中間空位拿球 做一個支點連接攻勢呢? 這個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同樣情況 Rodrigo拿球成功轉身向前望 Hanandt一樣轉身向前跑 完全沒有理過周圍的環境 同樣加比爾 已經準備好後退防止 Rodrigo眼白白看著前面 一個人都沒有 最後勉強大轉 給加維道爾 又是防守球員打進攻位置的問題 迪布尼走HalfSpace 第一時間沒有給 第二下霍頓後上 又給不到位 給了個身後球 整個攻勢就立即斷了到氣 在半場不知是否Godeola都見到問題 下半場一開始 Hanandt就有回後拿球的意識 但整個動作都是偏向生硬 沒有在適當時機現身迎波 沒有保護皮球 輕易被Salibar破環 Hanandt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阿仙奴下半場出來 亦有試圖加強迫搶的力度 可以見到Jorginho毫不猶豫跟貼路易斯壓前 去到另一邊 霍頓試圖回後拿球 中堅Salibar亦跟得非常貼 完全不給空間霍頓轉身 阿仙奴換邊後 立即全場人頂人 希望谷一段尋找機會 這球都差一點就能夠把握 而曼城下半場放棄中堅打邊 阿仙奴、加維道爾退後分一格 迪布里、霍頓或貝蘭道斯華負責拉邊 希望轉邊去到邊路時 還有突破這個選擇 而不是只有傳中和回後 去到60分鐘更換入倒估 加強兩邊側擊突破能力 但阿仙奴防守依然非常嚴密 整體防守陣形仍然維持中間四角形 兩翼HalfSpace防守 中場換入Thomas加強防守能力 見到杜古入場換上富安健陽加強單對單防守 而且阿仙奴已經習慣曼城進攻節奏 曼城即使換入杜古 Garles尋嘗試改變節奏 但阿仙奴邊路防守仍然非常謹慎 兩翼仍然會回來幫兩閘防守 變相倒估Garles尋常要1打2絕對不輕鬆 但阿仙奴要兩翼回來防守 他的防守能力就是變數 耶稣非常勤力,防守功夫不錯 但換入托沙後就不同講法 富安健陽被引走的話 要托沙一對一防守倒估就會非常吃力 另一邊Saga在自己禁區又警覺性不足 迫迪布尼偷到球差點就鑄成大錯 所以曼城都有看準這個缺陷 貝蘭道斯華、迪布尼長期留在HalfSpace 引走阿仙奴正中兩閘 強迫阿仙奴一對翼去對杜古或隔離球 這球亦見到如果Harland在中間鬆14停到球的作用 吸引到中堅離開位置,分到給隊友,空位便會出現 兩閘被拉入中路,兩邊又翼鋒防守 這球由尤格里舒傳到被杜古 托沙漏頂非常危險 幸好杜古用波上仍然非常右亂 不過相對托沙和馬天利利在快攻上一定較強 這球難得曼城在中場出現錯誤 奧迪哥特在曼城中場線後面有空位轉身 一轉身,曼城後場有大量空位可以攻兩翼快放 可惜托沙這一腳應該第一時間就傳給馬天利利利 控多一腳推多兩步已經無位再傳,只能夠硬射 所以仔細看其實看到很多深思位 亦都能夠理解為何雙方部署會這麼保守 因為今屆珍冠不只有這兩隊鬥,還有一隊利物浦 上櫃得兩隊鬥可以當決賽踢 呈黃敗球,但現在失3分是失給利利物浦 所以大家都不想輸,比利物浦如人得利 特別阿仙奴當時的分數和得失球都在曼城的頭頂 只要不輸,優勢仍然在阿仙奴手上 更何況之後,利物浦對曼聯失分 阿仙奴曾經上榜首,更證明阿迪達的決定是沒有錯的 只不過剛好最新一輪,阿仙奴、利物浦相繼主場自爆 就真是沒話可說了 說回這場比賽,Gordaola一開始用中堅拉邊打翼 Govacic拉後組織想增強控制力 避免被阿仙奴迫搶成功 而結果都很理想,全場有超過7成的控球率 但某程度是阿仙奴放棄控球所致 反而想說夏蘭特的問題 夏蘭特逢大賽隱形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 經過一季後,被英超後衛慢慢摸透打法 今場加比爾、沙列巴都有針對其打法 而且防守非常成功 夏蘭特身體質素強 打壓力下處理皮球仍然有待進步 不過在曼城這種氛圍踢球連球 個人認為這方面要進步應該不難 而且他仍然只有23歲 英超仍然在射手榜的第一名 至於阿仙奴,就如剛剛所講 阿迪特的部署很成功 卓克曼城獲得1分合格有餘 對曼城不敗 所以反映到現時的阿仙奴比以往更加成熟 得球失球均為英超第一 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中場找到Jorzenlo去帕懷斯是一個驚喜 可以解放到懷斯的活動能力 同時可以增強比賽控制力 可以取代薛珍高由左閘內切中間控場組織 對強隊時可以用回防守力較強球員 而剛剛對阿士東雲拉舒爾比林這場 就暴露到薛珍高打左閘的隱患 無毒有偶失那兩球 都是Jorzenlo入場後出現 Jorzenlo入場 薛珍高就不需要內切中場做球 不過他打回正中左閘 做回正中左閘要做的工作時 反而成為一個缺口 以及今場耶穌絕對是NVP 非常努力回來防守 走上走下 雖然埋門都是差一點 但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戰術旗子 好,今條片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一定要CRSS 如果可以請加入會員 或者在留言區利用SUPERFANS 繼續支持理性足球分析的製作 你們的支持和留言是我繼續走下去的最大動力 下條片應該是歐聯8強的分析 以及都會集中在英超的3強對立 之後再有時間希望可以做到 沙比亞浪素的藥廠 我們下條片再見 謝謝大家